早上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 在本期视频频道 我来走进 The Joseph Kes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这是匹斯堡大学的本科的工商行政管理的学院 以及Joseph Kess的研究生商学院 这是在2022年美国的百强的商科和管理学院 名校排行榜中排名第52名的 一所非常有名的商学院 匹斯堡大学 我每次一说到匹斯堡大学 我脑海里面老有一个 这个梁启超的当时那句话叫 天下亲王匹夫有责呀 虽然说这个不是说去了匹大 就是匹斯堡大学 去了匹大就是匹夫 虽然这个匹夫这个词 可能到现在为止感觉有点没那么好的意思 但是当时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应该重点理解为 天下亲王匹夫有责 梁启超说了 什么意思呢 是说一个民族的存亡 是一个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我在这么多期视频里面呢 我也跟大家反复的强调这个概念 我一直认为这是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教育的行业 并且我希望每一个咱们中国人的全球化的人才 真正能够为了一个民族的兴起而读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留学这件事情 真正学好了技术 学好了新的理念 学好了全球化的管理 成为全球化的人才以后 天下的希望一个民族的兴起 真正在你手中掌握着 我希望你能够正向的来往把这个事情有个正向的推动的一个作用 因为有时候其实有时候自己 因为我也写书嘛 这是第二本书嘛 还是发布了 我现在开始写第三本书了 有时候写书就在想这个问题 你说人的一生其实挺短暂的 你在在慢慢的人生的历程当中 对吧 你几百年几千年 中国五千多年历史呢 你就是一个小芝麻粒的 活个五六十年七八十年呢 对不对 就我这个就我这个type 2 diabetes 这是第二类的像这种糖尿病的这种high day tendency 对吧 非常有可能的 当然医生说像我估计就活过六七十年 五六十年就不错了 所以说在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呢 我希望给社会给世界做一点点的事情 我也希望每一个留学生呢 真的借着用匹大的这个名字吧 就是真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 大家真的能为了一个民族的兴起 好好的读书 真的是成为全球化的人才 好吧 言归正传 这是在2022年的百强的商科和管理学名校排行榜中 排名第52名的一所商学院 这个位置排的吧 我先跟大家说他超越哪些大学啊 超越了Bosney University Bosney大学 大家很熟知的Questions is called Business 对吧 All of State也是刷新了三关了 对吧 昨天的视频大家看了 爱河华州立大学是前50的大学里面工资的平均学生收入标准 如果我们在没有信息错误的情况下 Bosn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Irvine Irvine分校57名 这些都匹大超过他的 其实叫匹大是不是有点不好听啊 这身上大家都叫匹大对吧 我们还是匹斯堡大学吧好吧 毕竟这个 匹斯堡在宾州 我原来在宾州的费城生活将近四年多的时间 我对宾州还是比较了解的 宾州是个工业的大州 一半搞石油 就是开采 一半就搞炼钢制体 宾州两大城市 一个是菲利达菲 一个是贝斯堡 都是屁开脑的 包括宾州也叫Pennsylvania 这些词啊 都挺难拼的 说真的 你要是刚来美国一年两年 你随便问你身边小伙伴说 哎 宾西法尼亚州怎么拼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拼California 对吧 CIFRNA的 但是你要说真的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你要说真是 Pennsylvania 可能有些人还是有些困难的 包括菲利达菲 PHLAD 然后PHIA 对吧 菲利达菲 包括Pinsford这些词 宾州这些州的名字 和这些城市名字 都是特别的长的 它因为它有历史的原因在里面 包括 大家知道吗 美国现在虽然说首都 现在是在Washington DC 但是真正美国是在 费城建立的这个国家 这个大家如果有空啊 疫情过后 想来美国这边溜达 转一转的 去费城看一看 这个独立宣言啊 就是有一个大强 就是Way the people 然后就是在菲利达菲 这儿圈的 Pinsford呢 当年的美国的也是 Pinsford有另外一个别称啊 叫做钢铁之城 不是说这城市有多牛逼啊 这个城市是个没落的工业的城市 虽然说这话可能要被打 但是 但是Pinsford这个地方呢 宾州也是 教育资源还算是 属于优秀的啊 属于是能赶上 第一阶梯的我估计 西有 Katifornia 东有 Pinsford 这两大经济的大政 包括宾州比较有名的 像Universal Pennsylvania的Warden 对吧 咱们就说商圈角度来说 宾奇法尼亚大学的Warden商圈 这是全球第一的 也商学人里面第一的 虽然说说这话 可能哈佛的不服 哈佛不服 真的 你去问任何一个学商的 你在他们心中到底是哈佛是商学人第一 还是 沃顿是第一 我相信很多人学商科都会客观的说 沃顿才是商科里面的第一 哈佛只是综合性的大学的第一 对吧 毕竟每个大学有自己的擅长点 就包括Karnege Mellon 旁边就在Pinsford 还有所顶尖的大学 是卡梅基米龙大学 Karnege Mellon Karnege Mellon 那个Finance 那个Competitional的Mathematic 那个Finance 毕业了 直奔华尔街过去 起薪20万 30万 40万美金的都有 一年 你就想想吧 所以说 在那么一个小的一个没落的工业的大城里面 匹斯堡这个城市里面 匹斯堡一会给大家看照片 里面有很多的桥 都是铁桥 包括很多的工业 一个工业大城 有点像现在的 有点像现在的 比如说举个很简单 很相关的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现在中国的 这个东北的这个哈尔滨 这个地方 它原来哈尔滨 哈公大地还不太厉害啊 对不对 工业制造 对吧 但是你看现在 为什么东北的经济 越来越往下走了 是因为现在 创新 Innovation 创新 然后科技 为什么现在都说杭州什么的 南边越来越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你说真的 能离开实业 能离开工业吗 我觉得依然 反正我觉得我的理念 就在我们这一辈子里面 石油该材材真的 我觉得用完随便 随意 我也想 我也我啊 作为一个conservative 我也我也不想管我 等我两眼一闭 嘎嘣那一天 我也不想管我几来人以后 他们爱怎么活怎么活吧 对吧 所以说工业依旧很重要 你说什么离得开工业 什么都离不开工业 造车不需要工业 对吧 所以这虽然说是个墨洛的工业的大城 但是匹斯堡城市呢 依旧是宾州的第二大城市 除了菲利达菲一万 好吧 今天呢 我们就一块走进这个排名第52的大区 并且这个匹斯堡大区中排58名 虽然还是很强的 包括在这个城市里面 还有很多所大学 包括旁边的 Karnegan Manor 坎梅金平东大学 也是挺 坎梅金平东大学不用说吧 双校不管是双学院排名 还是他的整个大学排名 都很高 对吧 Universal Pittsburgh 我们一会来走进这所排名第52大学 看看他为什么能够排到52名 他到底哪里 不如之前那些大学 他本科开设哪些项目 研究开设哪些项目 MBA教学的平均就业工资是怎么样的 以及学生的毕业的口碑 是怎么样的 你作为留学生的话 你应该来怎么选择这个大学 选择哪些专业 选择哪些比较 就是这个大学真正 他的擅长点在哪里 我们看了这么多所大学 从30名一直看了50多名的大学了 每一所大学 都会他自己的擅长点 他自己的uniqueness 独特点 所以说真正要想做到睿智的留学 我们一定要对每个大学所了解 每个项目了解 你才能知道 Why 为什么我要来这个大学上课 And which 我应该学哪一个专业和哪一个校 And when 我们应该什么时候来学这个专业 以及我们毕业以后是what 我们毕业以后的就业的发展方向 是怎么一个样子的 好吧 接下来把屏幕借给大家 我来走进这座大学 大家现在看了 就是Universal Pittsburgh 还有两个 一个是研究生学院 叫Joseph Katz的Gradio School of Business 他的研究生学院 然后他的本科学院叫做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叫本科的工商行政管理的学院 All right 他开出项目还是不少的说 你们看看他本科这 然后研究生开出了MBA 这一楼是MBA 然后这一楼是Math of Science 就是理学的专业 你们看到 包括乱七八糟 开了一堆 你看 Super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看跟工业有关系吧 这个大学多多少少 有一点什么什么的味道 Purdue University 普通大学的味道 对吧 普通是商科里面的战斗机啊 这个这个地方 因为也是工业的重轴 所以他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点这个味道的 OK 我们看看 我们先整体来看看商界的能力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是讲到本科的 本科叫做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研究生学院是 Joseph Kess The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有两个学院 这就为什么 其实真正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商界 是到了研究生级别 而本科的学院 一般大学现在 因为那一楼很厉害吧 大学本科 确实只有这个卷的并没有错 就是应该在本科的时候 就开始真正让学生来教商业 那整个有过四年的 一个完整的商业的私跑逻辑 OK Top Rock Integrated Programs Number 12 Number 20 Excuse me Number 25 Public Business Program In the best 2021 Endergraduate Business Program B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5年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Number 30 In 2021 Best Undergraduate Business Program Ranking released B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只有两个 一个是2021年的Best Business Program 本科的商科的学商科的综合进行排名 第25名 这本科的本科的 大家记住了 有很多的大学是没有开着本科的 尤其典型那些顶尖的很多大学 是没有开着本科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U.S. News的排名非常可谓 它要给出本科的和研究生的 U.S. News对美国这些大学真的是玩透了 知道他们的小心思在哪 因为如果你直接给综合本科加研究生商科的排名 其实是 这事对于很多大学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就为什么 它有两个学院 其实这是两个独立的学院 大家如果能够理解的话 Joseph Katz是研究生的商学院 Cartage of Business Admitters是商科的本科学院 两个独立的行政管理的学院 但是同样享受同样的商学院的 基本上教授还有商科学院的一些资源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逻辑 然后这是Android的Business 排到第38然后这有World Class Education MBA的下Wall Street Journal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The也还有一定参考价值 2018年MBA两年的排到第12名 然后Payback这个是投资汇报率 这不太涉及到国际上了 然后第三是U.S. for faculty quality 教授的能力和教授质量 排到第三给出排名是Economics 和MBA的ranking 这还是很有说明力的 看来这个大学的教授教育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你看不是第三名就是第五名 Business Public Business Program in the US for enterprise P&Q 这是第12名 Corea Advancement Avy Executive Global EMBA Ranking第五名 排名上来说还是拿得出手的 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什么野鸡的排名 基本这些排名都是极具有参考价值的 整体商业还是可以 采用了典型的蓝蓝黄那种设计的风格 好吧 我们先来一点点看 我们先来看 这是Corea Advance Business 这本科的 现在这是卷的这么厉害吗 都开始有在线客服 在这你看他 你看他本科他就不叫 Joseph Katz 他就叫Paid Business 看到没有 他的名字都变 他是大学的本身的商学 典型的宾州的楼的建筑风格 Run 14 Public Business Program 本科排的第14名 Average salary upon graduation 6万美金 Well 本科毕业6万美金平均值 达到了也就是B类的水平 如果买这个商科毕业能力ABCD的话 B或者基本上还算优秀了 就没有那么的出彩 但在这个50多名开外的商界里面 就属于B类的 就属于合格 OK也就是你接受了教育了 你合格了好吧 然后75 plus study board location 超过475个 study board 去别的国家学习的机会 我建议所有中国留学生 你在中国 你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 然后到了美国上去 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国家 不要去中国 不要跟我这开玩笑好吗 不是 有些学生在美国上水课 上学中文 你都能去教教授了 你学中文 去南美 去非洲 去俄罗斯 去欧洲 对吧 你去别人 俄罗斯 俄罗斯看分什么事 他有时候 他愿意去欧洲 去去去去 我的意思说 去别的国家 然后去真正开国家 视野 这个对待说很重要 好吧 你中国人说 study board 跨国学习 说哎 老子要去上海 那你还花那个钱干嘛 你直接 你直接在中国做高解决 你直接在中国做高解决上还不好 The city of Champaign 冠军的城市 Ranked the market most liberal city 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这个工业城市怎么能适合居住呢 不懂了 Pittsburgh thriving multi-partum areas boost a strong business community 而是不认识这词用的 natural beauty and a demanding culture sets our city partum action thriving location city auckland neighborhood 啊 这个城市你想 你看他有水路还没有 他有大的铁桥工业的城市 你想原来的钢材的怎么运出来的 对吧 不光是铁路 还有等等 你想他他刚才的建设纽约 对吧 我猜的啊 我猜的 反正是美国钢材基本都来自这 然后工业的城市 你说一个工业城市能 能环境好吗 我是我是不懂的 我啊 而且匹兹堡那个地方 我觉得还挺冷的冬天 我觉得这有这有点扯 最适合生 最适合人类生活的城市 我要是 我知道 我 大家想想我有那钱 我有愿意就找那个 适合 适合工作的生活的地方 我干嘛不去Sendie Eagle 啥太阳呢 是吧 我为什么不去加州待着呢 我在这干嘛呀 是吧 这有点扯 然后我们看看他的academic overview 他都开车 本科开车哪个项目 然后看见他的business major 他business major还是开了 卡了 他business major还是开了一些专业的 我们刚才看了 网页怎么老卡呢 看这块 看这块的homes business major还开了一些的 你看比如说像accounting 会计学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商业的新销化管理 finance 金融学 global management 全球管理 这个在本科到现在为止 以这个命名的还是第一次见的 前五十商界 应该叫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marketing and also pension management 我们来看看这个本科这些专业 有点意思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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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experiences 和时间类的想法 我觉得 我觉得很难说真的能开出 开出什么花来 我们一点点看吧 business by the majors accounting 会计商科里面 他给的学历是BSBA 叫battle scienc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所以整个的切入点 不是bba那种 整个切入点 还更多的是以教学为主的 一个 以教学为主的一个商业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教育商业的学历 就以教学为主 并不是以真正的商业为主 能力的这种区别吗 accounting 会计学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商业新化就是 这就是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新化管理改的个词 finance金融学 global management 全球管理 这个在本科 还是第一次见到 以这个命名 叫全球管理 一般这个专业 首先本身开的就不多 一般这个专业叫international manag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或者叫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但这个地方叫global management 其实这个专业 为什么在本科开的不多 我在之前很多期视频里面都说了 因为我学了十年都学到国际商务 我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 还是比较了解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从 等于是说你从全球的一个重新的视角里面 从一个全球的重新视角里面 你把商业重新学了一遍 比如商科里面 你会学marketing 学finance 金融学学 市场学marketing 金融学finance spent chain 公营链 operation spent chain 公营链 operation 运营 多了 比如说学了商科 从全球化的视角里面来学 比如说金融学 如果你是当地的金融学 你可能学投资investment 或者financial management 金融管理 但是如果把这事拉到全球视野 你们就会学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金融 那你说国际金融要学什么 多了 比如说跨国的汇率 汇率风险 包括一些国际的金融组织 比如说像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对吧 国际的IMF金融组织 等等的 你们就会受到一些 从国际化市场来学 但是为什么本科开拓专业 开拓不多呢 我亲身体会经验 可以告诉大家 是因为这个专业太广 你本科毕业以后 你想一个本科毕业 二十多岁的孩子 谁会请你去做国际战略 难道疯了 白天老鼠说 过来二十多岁孩子 来给我们做 往开拓一个进入中国市场 国际战略 不现实 对不对 所以说 这是一个客观的因素 人力资源管理 Marketing市场 这也是开的不多 的人力资源管理 但还可以一半一半 Marketing市场营销 Supension Management 这个学生虽然叫 你看这个学生 你看叫college 你注意看这个词 一般大学本科叫college 叫school of business or college of business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 大家听我每次报一个大学名字的时候 都是school of business 或者college of business 就是商学院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今天给大家报这个名字 最后 它里面加了一个词 叫administration 叫做管理性的 也就是说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这个词 跟就是你每次大家登入windows的时候 不是原来老板的windows 不然你说administrator 就是管理者 工商其实这个词可以 其实MBA就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叫工商行政管理 而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也有商业行政管理的意思 而这一个词加的非常的微妙 这就为什么我们看那些专业的时候 当时我想说的是 有一种给我一种直觉是 这个大学偏向于管理学院 而不是偏向于商学院 然后我在网上一想 这个地方加了一个administration这个词 我就一下明白了 这个学院确实它虽然叫商业管理学院 商业管理学院 它更多的偏向于管理学 叫school of management管理学院 大家看这些专业就发现了 比如说global management 全球化管理 它教的是管理学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market是BK的 然后supervention management 供应链管理 发现了 它没有教一些跟商学那么有关的专业 它教的更多的是管理学 更大有相关的专业 这是个微妙的关系 我每次在说商学院和管理学院 有差异的时候 很多那些根本找不着尾的 在国内的一些中介过来跟我说这说 那都说都一样 不一样商学院和管理学院 你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你如果对商科学了十几年的商业 你在美国这种教育系统下 你就知道说什么 它是略有区别的 好吧 不懂可以 无知是可以的 但你不能无知 还忽悠我们的大中华的这么多学子在那瞎扯 是商学院和管理学院是一样的 那商学院和管理学院要一样的话 那为什么它不叫一个名字呢 它是略有区别的 为什么 为什么Universal California Hats叫做商学院 为什么 就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伯克利的 Hats的商学院叫做商学院 为什么UCLA 洛杉矶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叫Ander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叫Anderson管理学院 它为什么不都叫商学院呢 琢磨琢磨 对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Global Management的Major 这是一个不常见 所以大家看一下 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 Major 然后Developed Expertise Management 看又是教管理学 of people 管理是跟管理学是跟people打交道的 管理学是跟people打交道的 公司和人打交道 商务院是跟transaction交易打交道的 跟金融跟交易打交道的 商业是略有不同的在那边 你看那交道是people process进程 就是怎么发展一个事情的过程 policy和政策 in Global Canada people in has to develop competencies to manage people cross nation culture boundaries 建立跨国家的边境和跨文化的障碍 来建立这个能力去管理人 这就是global 这种我书里面 hard for skill fiber culture 你们就讲了国际话管理 讲的就是fiber culture 如果你在美国 在国外西方文化里面工作 你不懂得外国的文化系统的话 你会被容易被开除的 所以大概就是这意思 对吧 process integr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product procurement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for global suspension 就是你看 建立什么一些知识呢 你看product procurement 建立采购的商品 manufacturing 产品 distribution 和发配到各个国家的全球的这种分配中心去 想想皮斯堡是工业的城市 他为什么要教这个专业 我第二本书还没有拿到手上 但是马上就要发布了 我朋友圈里面有些学生已经看到了 是黑色的一个封面 这是第一本书 我在第一本书里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国际化的今天 因为这是英文的 现在国内买不着 你们只能 你们要在国外来了 孩子们就能买 这英文全是英文写的 是我写的 是我这二把刀的英文写的 是吧 distribution for global suspension 这是国跨各个地方的distribution 把产品运到每个地方去 policy 国际的政治性 政策性的文化 政策性的区别 ok 多说费两句话说这个专业 就是这个专业不太常见好吧 这是本科 然后看看本科核心的课程 你看啊 看一看 其实看了这个之前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回答一个问题 很多的家长 我其实跟家长不太打交道 很多的学生过来 家长也有啊 我其实我 我的签柜 你看国内中介老师愿意跟家长打交道 早上我觉得把家长搞成就行 为家长买单 但是我从来都跟学生 签合同跟学生打交道 因为这件事情一定是学生他自己的一个事情 不是任何人 不是家长 我就这个理念 所以说我就费两句话说了这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 之前有很多学校家长都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本科到底读经济学 还是进商圈有那么重要 说 我是因为这是在教商圈 我是在研究商圈 所以我在维护这件事情 我确实在维护这件事情 但是 今天接下来的匹斯堡这个大学的商圈 就会清晰的解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本科的商圈的学生 和本科不是商圈的学生 在事情研究生 在以后的整体 对一个人才的发展呢 商业的建立 商业美人度的建立过程 商业化的头脑建立过程 有着明显的天长之别 你如果学经济学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 你如果学经济学和上科 是不一样的 一个孩子四年是从商圈走出来的 和一个孩子四年是 是从社会 社会 社会科学里面走出来的学院 能一样吗 能一样吗 举个例子 北京的顺义的妈妈 是吧 国际学校 一个孩子从国际学校 我一路是跟着苗红的 从小时候 一直上到初中 一直被打扶 我是受到了 就是中国的九年一路教育 要是传统的 中国人 大半百分九十九中国人 都会接受到 传统的中国的教育 那我输的家的孩子 他从小上的都是 这个国际学校 他老跟我说 国际学校的孩子 事业观 思考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怎么走啊 比我优秀 我就那扯淡 至少我接受了北大 不中的教育 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我还挺明白的 再说了 中国输了那么多人才 但是我想说的 我想说的是 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 思想和头脑的价值观 做一个商卷四年毕业 和 不是商卷四年毕业的一个本质区别 我们今天要看就知道 我说话都是有实距的 对吧 你看从上来开始 这都是 你看这是01,01,03,04,05 看见没有 然后10,12 看那个看第一个数字 看第一个数字 40,70,80 为什么 就再给大家讲 你看从大一开始 大二开始 你会上的大一大二 就会开始上了什么课 比如说 managing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这是一种管理学的课程 first business course 你看我为什么上了一下 就能找到这门课程 因为前面两个课 一看就不是商课的课程 这是第一门你所接触到的商学院的 这是freshman 大一的学生就开始上了第一门的商课的课程 你上来就在学管理学 你建立商业的头脑 然后到这 是financial accounting 金融的会计学 managerial managerial accounting 管理型的会计学 quantitative method 量化的分析的模式 managerial ethic and stakeholder managerial 就是managerial ethic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 商业道德和投资者 或者说公司运用者的一个管理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公司的管理 公司管理型的这个行为 就是公司的行为吧 就是讲公司的管理的 fundament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商业交流 然后接下来到了大三个开始 基本上开始在各个领域里面 你会学各个领域的基础型的课程 也就是说 我学的比如说我学的是marketing 市场营销 那我就不用学金融学了 或者说不用学公共链了 并不是了 商科的大学的教育是个通识教育 到大三的这个阶段 你依旧会上每一个专业的课程 不管你做学哪个专业 在大三的时候 你都会把这些应有的课程都上了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概念 我最早在中国的时候小时候看了一个 铁齿龙牙技巧的 这个和珅说过一句话 虽然这都是纯属虚构的这个剧情 但和珅说过一句话 说的是在黄泽身边做事情 你可以不会 但你不能不懂 是什么意思 你也许不会做商业数据分析 但是你不能不了解 数据分析是怎么运转的 因为你是管理者 同样在这个地方 你要在大三时候接触金融学 你看marketing 市场学manage operationmanage 运营学 然后接下来 政治manage 战略性管理 经济学原理 包括一届的新计划 课程 information 这些都是核心课程 你不管做学哪个专业 你都要了解这些 有这些capacity 这些能力 这就是商业在培养学中的理念 跟社会科学学院是交迹不一样的 ok 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本科 本科毕竟 本科上科还是个技术教育 我们来接下来看我们最 说的最多的是master degree 然后到了Joseph Katz的graduate school 到了研究生学院 specialized master degree 是单一下分型的商科的专业 比如accounting business and life finance manage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真是没少开 marketing science solution management industrial engineering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给大家 这有两根笔 这有两根笔 这很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设说我这有好多根笔 每根笔带领一个学科 每个学科不一样 比如这根笔教的是金融学 这根笔教的是市场学 我跟大家说清楚 MS和MBA的专业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如果你学到研究生地别 如果你学MBA的话 比如说这金融学 市场学 大家想象一下 这比如说还有供应链 这比如说还有运营学 比如说这有风险管理 乱七八糟 一堆各不同的学科 你学MBA是每个学科 你可能都会学这一部分 就学一半 大概40%的地方 你就可以了 你就了解了 我 因为我是经历过 我可以跟他说 这里面本质区别 我可以不会数据分析 我可以不会怎么做 你真的说真的 你这么多年毕业这么多年 你过来给我拿个tableau 你让我做数据分析 我不会 我不知道怎么做 早忘了 但是我不能不懂 你把tableau这个表格拿过来 做出来的那个热点图 或者怎么样的 或者说的区域分化图 我能看得懂 知道 原来这个意思代表的是账 是主要的聚集的点 账是主要投资的方向 你可以不会 但你不能不懂这件事情 这是管理者 这是MBA 他在每个领域学一部分 那么 哎呦 鼻子突然痒了 那么什么 那是这个这个这个单一的下垂式的 真是痒痒了 人家说摸鼻子是在说谎话哈 但是我这我就没有在跟他 没有在跟他说 我在讲讲讲重点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这个鼻毛扎到鼻子内枪了一下 好痒痒了 感觉那我跟说谎话似的 但是单一性垂直性的专业是什么意思 是你在研究生级别你在某一个领域走的特别的深 你不只学40% 你可能要学到99% 甚至更多120% 你成为单一领域的一个大师 大师这个词不是虚化词 master 这个学历 研究生学历 master这个词 本身之意就是大师的意思 你在单一的领域里面走的更深 我如果学书商业分析 我会啊 Python R SQL Tableau 等等呢 包括Program一些语言 我多少会 我是个打工人 我要在这个一个领域里面 做事情 能力也有区别吗 这就是一年的硕士和MBA的最本质的区别 他的单一一年的硕士在单一领域里面走的更深 MBA更加是横向的管理性 我就要把屏幕切开大家 大家一看就明白再说什么 天呀我这鼻子 哎呦天 这是我看啊 这是单一的硕士的项目 我看一眼 很多的项目都是 呃 都是SDM的专业 包括你看CPA CFA 我们今晚看到单一的专业 我们再说这个 一个看 第一个是Accounting会计学 他开的是 你看他开的是Math of Science 那并不是Math of Accounting 虽然他也叫MAC 其实并不准确 Full Time全职30个 30 credit degrees OK 然后 在美国的研究生级别的会计学 其实就奔着一个词去的 就是CPA考试 CPA考试的通过率是最重要的 别的都是扯 在在在这个在这个会计学这个领域里面 我看会计学里面 他有没有进行 哎呦 这鼻子真的好痒 他有没有进行 分化 这个会计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就是分化领域 比如说你到底要学Counting Financial Counting 还是Taxation 还是 还是这个这个Auditing 他这个地方并没有分化 他都是所有人 基本都遗留下来 课是一样的 你看Accounting Copper Accounting Copper Tax 就是税收类的 Financial Counting Cost 这是公司类的会计 然后 Non-Program Individual Test 这又到税收类的 Reporting SEC reporting 看都是都是一些 没有进行细分 看来这个会计学 没有细分一般般 那可能就是一个通识的一个 考证的一个会计学 方向 下一个是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 这是一个很火的专业 这国际生理们每年申请 硕士的项目里面很火 你看这到这照片里面 一下 中国人变多了 还没有 Forge Path 看一眼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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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项目开的不错 Tonger your degree by focusing on one to fiv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有五个 商业分析里面有五个分析 Accounting 会计者 发展金融学management 管理中marketing science 市场营销的科学 spension management 公文链管理 这个很好 因为我之前又说过好几次 我说商业分析 就是太广这个专业 虽然说这个专业 这个商业分析这个专业是被新提出来的 可是商业分析 商业分析啊 商业本身就包含了一切啊 所以说现在很多像University of Maryland 大学它里面叫Math of Science in Marketing Analytics 市场营销的分析 它就把商业分析进行了细分 而第一次啊 也是看到一个 到下为止看到大学里面细分的最明显的一个 不是说其他大学没有细分 但最明显的就是这儿的细分 就是你看 Accounting和Analytics 就会计学这家分析的能力 会计学里面就是用商业分析的能力 用数据化分析的能力 在会计学这个领域里面研究 比如说你SDM的专业 包括Data Analysis Data Program Data Mining Database Management 然后金融类的 又是把商业分析数据化分析的能力 加进来比如Time Value of Money 包括Performa Performa的Financial Statement Managing Corporate Finance Functions Invest in Performent Management 等等 这都是把商业里面一些Functional的 Functional Areas里面一些运转的方式 然后再加上数据化分析的能力 Management管理学 再加上Business Analytics方向 然后Marketing 比如说你看Cosumer AESat 对吧 最早的数据是从市场学这边引出 哎 我点到哪了 最早 最早的数据是从商 最早大数据是从市场学这边引出来了 所以你看 它里面有这个 Research Research方式啊 包括Digital Marketing 电子市场营销 Social Media 对吧Marketing 都是市场营销里面的补充领域 因为数据进行引用 然后供应链管理和商业分析 Data money Data analysis 就是improve process improvement 运转的各大有效 Inventory 仓储的管理和pricing 所以说这个商业分析的领域细分的非常的优秀 这个值得选择 这个细分的真的非常优秀 但我觉得快递的可能有点扯 最主要的 其实包括管理学有点扯 我觉得最主要的商业分析是在 金融这个选的很好 Marketing这个很好 包括供应链 这应该 供应链 Marketing市场学和金融学 这三个商业分析应该是最好的 值得选择 这装备给国际上还有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Applicants 这个MH上还有一个Q 我们一会儿回来看这个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Finance 金融学 金融学是商业避开的领域之一 这没了可说到 联合体会一般都会开个金融学 商业已经躲不开金融学了 奔着CFA去了 Charlotte CFinal Analyst CPA和CFA 快递学要想要想挣钱 往金融上面走错不了 然后这个是Metal Science Management 这是管理学的 管理学往往是对于本科 不是这个学商科的学生 但是到了职场要往上走的情况下 你需要学一个管理学 增上你的职场的上升的阶段 A schedule for professional career students Now work experience 你看到没有没有工作经验 Beginning command functional business and approach practical training and industry connections 然后是mass paper student career and board range of industry fields 31年的项目30个学分 然后其实就是MBA的第一年的 Fundational的课程 对吧 他这也说了MBA第一年的 就是如果你是从来没有来美国接触过 等等的一些东西的话 你对美国商业完全不了解的话 你就在中国职场里面 然后你往上想往上爬的话 管理学是个通事类的教育 Mass of Scien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 你看它的本科叫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它到研究成功 它终于把它改过来了 叫MIS 因为MIS是个正统的称法 Mass of Scien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DM Designated Program SDM的专业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一个硬核的专业 这没得说 这个就业的情况 就业率应该是很好的 这个不用看 就是商业人才懂信息化技术 信息化技术人才有商业的名人度 OK Mass of Science Marketing Science 市场营销的方向 and analytics 你看Mass of Marketing Data 将数据化的概念引入市场营销里面 30个学分 这个大学很注重 皮斯堡大学很注重 数据化呀 如果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他这个大学偏向数据化 偏向硬核的 叫商业学生化 毕业工资肯定不低 因为现在缺数据化人才 Mass of Science Supension Management里面 工业管理 这个工业管理 和这个 Industrial Engineering 就是工业工程师 这个就是工业的工程 现代化工业工程 这个是皮斯堡大学非常擅长的 你看 This is a joint degree program 我把这两个专业块说 这两个工业 像 Joseph Kass Graduate School Management 和这个Sbranch 这个是一个人名 School of Engineering 工程学院 它是在美国 一个没落的 一个工业的大的城市里面 虽然没落 依旧会看到 形形色色的工业的移流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工业的公司 在皮斯堡那个地方 依旧有工业 虽然说是没有当年那么昌盛 因为 因为不是美国问题 也不是中国问题 是因为现在已经是慢慢的 人类走向下一个阶段 或者把科技创新来的 所以工业就难了很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依旧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皮斯堡大学学这个专业 还是值得考虑的 因为是你看 quantity area 量化的和analytic分析的能力 在工程学院里面 和商界的结合 这个毕业就业能力一定很高 包括这个工业也是同样的 你看都是STM的专业 这两个工业下面也是值得选择 然后 Master是什么专业啊 这是MBA的 到了MBA的能力了 这是MBA的统一的介绍 他分别signatureMBA 就是他的通识的 就是完整的MBA的项目 part-time兼职的 Celerated一年的项目 看看他通识的 interverted law 你看他教什么 Designed to complete a core core experience only eight months MBA项目是18个月 然后core core based 就是锁定的 基本上锁定型的项目 锁定班级的项目 这个很好 有跟身边的哪些校友 跟你一届同学成为非常紧密的关系了 这个很好 Credentials看见交通课程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 然后Finance里面有分校 啊 这个理念很新奇 有些大学是以就业为方向导向的 这就已经很创新了 有些大学是以教育的角度来分化 比如说你是MBA 你可以学金融学 学市场学 因为他是第一 这上班说的MBA 是个通识的教育 到了第二年 你会在单一领域里面 稍微建立一些在单一领域里面的 了解度 但这个地方以Credential 以自己的 被职场里面认知的角度来切进来 这还是很创新的 商业分析商业分析 然后金融学里面 你可以涉及到公司类的金融 Market Trading 市场和交易类的 投资类的 Market里面 Digital Marketing 电子市场 但是说完这个 Operation 运营 供应链管理 Technology Data Digital 科技类的Data Program 和Digital Innovation 那整体来看啊 咱们有一说一 整体来看 虽然说这个Credential 这个里面很好 但是我以前都看到这个商店有些地方比较薄弱 比如说Marketing 怎么只有一个Digital Marketing呢 为什么没有Brand Manager 品牌管理 这是这市场对你们最重要的几点 包括Market Research 包括Marketing Analytics 这些的都没有 包括Finance里面也是比较薄弱 你看Corporate Finance Market Trading Investment 为什么没有Morgin Acquisition呢 为什么没有Quantity Aided Finance 量化基础呢 Business Analytics 也依旧划分的不够 分之多 理念很好 还是有完善的地方 还是要完善 因为内行看没到 我看着有这些点的时候 我觉得 国际上8万9 NowBA Ransom 有些点还值得推敲 核心课的时候 看一眼 Statists你看都教着核心 Financial Con一般都第一节课 都是金融会计对吧 MBA跑不了了 主要看着课程偏呢 偏哪些方面 偏管理 他真的是管理学 偏管理学 偏管理学 你看Financial Manager Marketing Manager 这些都是管理学的课程 Management Simulation Capstone 然后LF study 可以分一下选行的 选学习的领域 Business and Live Finance MIS Marketing 基本上把研究生那些 专业 有了看的 可能就是第一年 那个研究生管理学 那个 你刚刚看见管理学那个专业 学的就是MBA的第一年的 基本类似的课程 然后这边MBA的第二年的课程呢 就跟那些单一的 Special Arts 跟那些其他的硕士所对比 我估计大学就这样 集约他的教授成本吧 好 这是MBA项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笑了 太灿烂了 我们会通过 这个 这个老头去 还算了 视频就不说这个 Coreal Outcome 这个 MBA 毕业的 我把这个评估切过来 这个MBA的学生 因为商业主要的排名和商业能力 是根据他的MBA 因为MBA是最能代表一个商业整体的教学质量的 他是根据MBA这个角度来看整个学生的就业平均工资 就业能力和就业率呢 这也是我们 包括口碑 这是我们平方一个商业整体的当地的影响力 是能力是怎么样的 然后当时我在我在录这期视频之前呢 我一直在找这个匹斯堡大学官网这个商圈上面的Coreal Outcome 然后是怎么找我都是找懵了 我都没有找到这个匹斯堡大学的整体的这个官网上公布的数据 这是从30名大学看到现在 第一个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这个这个大学的数据的 但这个地方略有提到了 但提到了就业率 但他没有提到就业工资 这台学校的宣传手册 这时候找的很细 我都找到宣传手册了 然后你看这儿有个Faculty Students faculty rules 14比1 这还很优秀的 这是本科的 2100多个学生 Freshman 384 然后 宾州本地的学生56 不是宾州的44 然后1280到14的ICT 然后ICT是28到32 能力还是资料还是很高 毕竟中排28 58的你想 然后看这儿 毕业了以后 学生就业率 平均就业率 是95% 然后平均呢 实际率是96% 但这个地方就没有说是研究生还是本科 然后整个这个页面里面 你看整个这个页面里面就没有再说公司这回事了 只说一个Higher Sovereign average 比别的学校平均会高一点点 然后这边列了一堆公司 那么这件事情就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这个大学官网呢 看到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学校的平均就业工资 但是呢 我当时再把屏幕切给他 但是他跑不掉了 你知道为什么他跑不掉吗 我一会接我一会接下来给大家看原理 就是美国的所有大学在报告的时候 他需要符合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叫做 在这边电脑屏幕上 那个机构让我给关了 叫什么来的机构 就是美国NBA统一叫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Employers NACE的principle的一个商卷的报告的标准 那么在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商卷他需要 因为你不能报自己所擅长的点 不报自己所擅长的点 所以他有个统一个横长标准 因为有些商界他官网上不愿意公布 但是反正应该大家大学都愿意公布 我不知道为什么皮斯堡大学到现在没有公布 就是官网上自己没有 这是很诡异就离辅 30多名从30名商卷看到现在这第一座大学 让我们在官网上找不着他的平均毕业就业工资 但是他躲不掉了 US News有给他统计 2022年US News给他排到了第52名的商卷 大家看哈 他的NBA的平均的就业工资 加上Bonus 也就是加上Bonus 也就是加上NBA的就业工资是这样的 他有一部分是基础工资 还有第一年你先合同会给你个额外的奖金 一般这个奖金Bonus这个词 这个奖金 一般的商卷的奖金都在2万美金左右 顶尖的商卷可能会达到4万5万 那就是顶尖商卷 那就是顶尖商卷 那会吸引人才 那一般像我四五十商卷都在2万左右 他的平均就业工资 他的Average starting salary和Bonus 是十三万 十一 excuse me 是十一万 我这中文因为中文是四的一届 英文是三万一届 是十一万三千五百三十八 One of thirteen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thirty eight dollars 十一万三千五百三十八 他就加上Sani bonus 也说他的平均就业工资应该在9万到10万左右 本科的平均的GPA是上来 收上的学生本科平均GPA3.34 所以他光晚上不写 你以为我们查不着吗 都有数据 躲不掉的就上去 吃罗子吃马都出来溜达溜达 GPA的平均能力是630 632分 然后平均的 这一点非常的低 在毕业之前 学生拿到的offer 是才只有58.5% 然后毕业以后三个月之内也只有73.6% 学生一共收到98个学生 这个数据因为我不能给大家看 因为这是UNCN4花钱付费版本的一个数据 那我可以说对吧 那为什么这里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 就这个大学平均的就业率非常的低 尤其在毕业之前只有58.5% 毕业的三个月之内也只有73.6% 但调调却很高 GPA的平均要到了632分 平均就业工资加上bonus11万 11万其实并不差 看跟谁比 你跟前20的商圈都在14万15万这样的bonus 你跟前30的或者30到40的平均在12万13万 他作为一个52名的商圈 还算是争气了 你想想他之前我们看过这些大学 包括巴斯尔伯斯的Quastrum 就是高 因为是在波士那个地方受地理位置影响 然后最最最掉链子的就是阿尔伯斯的阿荷华州里只有6万多 上街市面上我攀论他半天 只有6万多我还不如本科毕业的很多大学的 也受到地理位置影响 比斯堡这个地方呢 我介绍把地图切给大家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方位哈 比斯堡这个地方是在这儿 这是宾州 这是美国整理 这是美国的地图 上面是加拿大 下面是墨西哥 然后我这不是这把我记录吗 我写了home board 这是我原来生活的地方 他并一直没改 这Microsoft正好 然后他的比斯堡是在这儿 看到了吗 比斯堡大学是在这儿 然后旁边呢 就是Carnegan Manor 凯美基面龙大学 宾州呢 以这个宾州是这个州这个方块 其实这个宾州很诡异哈 他只有两边连接的发展的比较好 一边是这边就是费城 然后中间呢是Penn State 正好在那两边都不挨着 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 也是公共链很强的 然后这边就是凯美基面龙大学和 匹斯堡大学 他在这个地理位置 他其实很难说受到的经济体 是费城这边有管理的 更多的可能跟迪特律 迪特律 因为你想他的刚才 又可以往纽约运 又可以往迪特律 迪特律造汽车嘛 包括欧亚 欧亥俄州也是一个公业的大州 对吧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所以他其实这个地的位置 算居中 所以他的毕业的借业工资的能力 你如果从这条地庄来看的话 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的这一点 是比较居中的 但就业率确实低 作为一个50多名开外的大学 排名第52名的大学 11万美金的MBA的就业率 只能说是 如果是针对50多名开外的大学来说的话 平均借业工资是达到优秀的 就是这个相对应 如果对比50名开外的大学来说的话 是OK的 我估计在50多名开外的大学 以我经验来看 能超他的工资的有可能也就是 就是像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震顿 因为是在Washington DC的原因会高一点 然后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有可能 我不好说 因为Massachusetts里面 竞争压力太大 Boston 剩下就真的很难 加州那几个真的很难 加州那几个估计 比也就八九万 NBA 所以说 也算是 在这个级别里面也算是优秀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50多名 也排的比较靠前的一个原因 排的52名 但是如果横向对比 整体的其他的商务院来看的话呢 他的就业的平均的就业率 有待提高 这也可能是 因为是工业城市的原因 所导致的 因为现在毕竟就业都往数据翻译 学校也在努力往数据翻译翻译 你没发现 大家看呢 现在很多的项目都在数据翻译 对吧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 其实这个地图还是很说明问题的 包括你看像 像费城这一片 像Drossel 那个有那个恨国党那个女生 就是Drossel Drossel University毕业的 Temple 原来是老母校 后面挂着学地 Temple University 十年前的事儿了 然后 这个 冰大也在废虫这一片 然后另外一片就卡米吉平洞大学 包括这个 皮斯堡大学 这就是 Peaceburg 我跟大家说的 你看有很多的桥 这个桥和水流是 我猜的 他挨着水流河流 所以当年可以运钢 货轮 我不知道啊 但是他确实是钢铁 你看他桥柱钢铁造 那钢太多了 城市还是很好看的 Peaceburg OK 我觉得冬天挺冷的 你要说真是 真是适合人类居住 我为什么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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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 居住 冬天也是会下雪的 你看 皮斯堡这个地方 好吧 把屏幕切过来 我给大家总结两句吧 怎么说呢 综排58名 本科的大学的整体综排 然后双圈排52名 是一个让人很难挑出错的 或者挑出 挑出不好的点子 皮斯堡大学还是挺有名的 嗯 很难让人挑出问题 整个的商学院教育质量呢 他是明白的 非常的清晰 是能知道 他是明白的 就是你看他对数据的 关注点啊 他对供应链的关注点啊 他对数据化的应用 和商业化分析的能力的应用 在各大领域里面 是能感觉到他是明白未来 他在转型 你能感觉到他的转型 从工业城市 在工业的2.0 3.0 4.0 5.0 慢慢的进行转换 嗯 商学院整体的毕业的就业情况呢 除了就业率相对低一点以外 绝对不太涉及到国际上就业率 因为本地就业率和国际上就业率 本来就不同 然后 平均就业工资呢 也算是在这个级别里面 算是不错了 11万 至少没跌出10万去 当然了你加了bonus 你要不加bonus 有可能 但不好说 没有公布bonus到底多少 最后不能乱说 那有可能就在9万8 9万9 那也基本挨着10万 没什么本质区别 10万美金的平均的NBA的就业工资 你跟前20前30肯定是没的比了 对吧 你学校毕竟排名在这儿了 但是你说做一个50多名的大学 我觉得教的还是可以的 本科教的还算扎实 研究生总体专业 偏商业分析数据化 还是偏的不错 还是值得选择 也许他没有像乔治华正恩大学 包括UC的David UC的ervan ervan 这么有名 皮斯堡大学 但依旧中国人知道的还是不少的 反正记得我看到说那句话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好吧 借一借用匹大的这个 皮斯堡大学这个话 来跟大家说说 希望全球化的人才 真正能为了一个民族的兴起 而读书 而要读好书 好吧 如果在流行上得到我的帮助 可以给我发个键 我的firstsim 在lastmanfinniskr.com 你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到我的各个平台上面上下左右 对我的微信的联系的方式 好吧 以上就是Universe of Pittsburgh 皮斯堡大学的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